也可以动 怎么可能啊 我就这么说 真的真的可以动 脚也可以动 那医生去看 如果早上到早上 医生有门诊医生 然后他的主治医生 他就给他 悄悄脚 都没动静 我说 脚上你那个医生 帮你悄悄脚 也没动静啊 可是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的眷顾 才有办法这样子让他 可以伸缩自如 因为 小孩子他也是无奈啊 只能说 妈妈 什么时候会好 我说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好 因为 你只能祷告啊 这些也要努力祷告 父母亲帮你祷告 还有教会的人 只要真耶稣教会的人 知道你有这个问题的人 他就是帮助你祷告 所以 所以 我儿子说 好吧 动不动他就祷告 动不动他就祷告 他在祷告这样子 手脚都可以动 医生说 怎么可能 医生后来 早上他又去看 我就跟一个实习医生说 他的脚 可以动 怎么可能 我刚才 敲敲敲 也没动啊 真的 因为我想说 圣经里面说 主耶稣说 不要以我的福音为止 他的好 其能是 父母亲给他的 不是 都是 主耶稣给 我其能不把主耶稣的恩典 福气 分享给这个实习医生呢 我是这么想 我就后来 鼓起胆量 我一定跟他讲 我就跟他说 感谢主 因为 我们是正耶稣教会的人 神帮助 儿子 在我们人不行 在神都可以 这个就是 神的力量 我说你有空啊 你住高雄 有空就找正耶稣教会吧 我就这样跟他讲 因为 神说要荣耀他的名 才有办法 让别人知道说 有耶稣 的存在 所以 感谢主啊 他那个时候都还不能走路 但有一天 有一次 我也是礼拜六 我就来聚会 不能走路 只能推他去复健 复健呢 因为 复健 巴拉拉 颈椎 翻身 只有其实复健也没什么 有时候 哪个 花生 就这样子 放到另外 一个丸 那个叫做复健 我就说复健这么简单啊 可是对我们来讲 动 不是 我们是简单啊 可是他不简单 那就后来 就因为也都是靠祷告 结果我礼拜有一次 礼拜六 就 去 教会 那因为是在一个月以后 因为他住院的时候 就是 已经在 他住45天 一个月一个半月 然后 就 我从教会 他跟我讲说 妈妈 我可以走路 怎么可能 你可以走路 真的 我刚才去复健 我还是不能走路 我 可是我复健 那是晚上的事了 然后 我复健 是 复健是 到他的病房 是有一段距离 他跟我讲说 他是走路回病房 我说 我说怎么可能啊 你走路到病房 可是 我觉得你 整个身体都是硬邦邦的 只能动一动 他说 真的 我说 是吗 那你 我推你到那个 长廊 有一个长廊 在 就是 我就推他到那边 妈妈你看我 因为 其实因为如果 我不会用怕 那个 要不然真的是 放怕破影是更好 然后 他走 还真的是走路 那我说 你就是这样子走路吗 对 我说你要心里 超感谢主的 因为 只有主耶稣帮助你啊 没有别的 他就走 我说你走远一点 他走得蛮远的 走走走走 我说你回来 他就回来 感谢主 看到他这样子走路 因为 其实 凡事都是祷告 在祷告中 如果 因为那个时候的时间 也都是快要 第43天 那如果说 我跟主耶稣求说 如果 他不好 我怎么 顾他 其实那个时候 也感谢主 在这 一个多月的时间 神也安排 那一次 我老公的工作 比较松 因为他是定绑模 可是那一次 他没有什么工作 就这样子 能够顺理成章 来照顾这个儿子 如果今天不是老公 我也没办法顾他 因为儿子 一百七 我能 矮矮的 我也没办法 因为他什么动作都是要 把他 用搬的 搬 我有一次有搬 真的是搬到腰酸被痛 所以 看到这个场景 如果不是 主耶稣 只能让他这样顺顺走路吗 所以 感谢主耶稣 他要出院 的前两天 主耶稣就让他走路 其实很多过程 我是没有讲的 这么详细 因为 大概重要的 讲出来 因为讲的很详细 我们 时间上也不足 所以因为 今天他能够走路 都是主耶稣 到出院 感谢主 主耶稣让我 让我有如愿说 能够让他 往好如出 今天如果不是主耶稣 怎么可以让他好起来 所以 我们的 每一 主耶稣说 连头发 他都可以 数算 可是我们人怎么数算 因为我在做头发的人 我们怎么能数算头发 连这个睫毛 都没办法数算 所以 神的厉害 就在那 在这里 所以我有想过 你看 把我们的重担 交给主耶稣 圣经里面有 有说过 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 这边有说过 反劳苦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 使 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是主耶稣的好 所以当听 如果听到这个见证 可能 有时候我们听听见证 我们不觉得 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可是在当事人碰到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当他出院 就把他带到他 车祸的那个现场 那一些弟兄姐妹 就 刚刚感谢主 就讲到这一点 要出院 刚好弟兄姐妹 去医院来探房 那就 这样子也顺理成章 有车子可以坐回去 然后这弟兄姐妹呢 他就 把他送 就送去那个他 原本车祸的现场 我就是这样子掉下去 我说 对啊 其实那个时候弟兄姐妹的说 如果 不知道是别人 也许是死掉了 那因为有主耶稣的眷顾 才有办法说 这样子让他 好起来 每一个人看他能够好吗 所以 只有神 能够让人好起来 所以看到那个场景 掉到闲癌 因为我看别人 都很多骨头断 可是他都没有 回来 他就是走路 这样子回来 都是走 隔天 他就去上课 这个就是我 超感谢主的地方 能够这样子 这么的 好 能够让他走路 也不用到别的医院 转到别的医院 所以 主耶稣 这么好 还有比什么更好的呢 那在我们的木道子啊 如果有听到 如果我们碰到很多 弟兄姐妹 在木道子及弟兄姐妹 如果碰到很多什么事情 都不要对主耶稣客气 把他当作是朋友 然后就这样子 跟他撒娇 祷告 那如果不行 也有神的时候 那在神的时候 那我们要静静去等候这个时间 所以 讲到 这一点 有主 真好 所以 也都欢迎说 真耶稣教会 是 有神的地方 木道者朋友 也欢迎来到 真耶稣教会 欢迎 这一份荣耀 都归于天上的真神 Haliluia Amen 谢谢 咱们 不应该 想